我认为爱情是五国界的 对他爱情我是不喜欢装 也不会像其他的女孩子那样的 出发那个短信啊或者微博 这对我来说是毫无疑的 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一个 成熟体贴的男人 会送命地处理婆媳关系 能让我这个外国媳妇 和将来的中国婆婆 能够在一起快乐乐地生活 我是德布加达 我来了 你在哪 你现场来一个 你那是什么动物啊 不是宠物 它是我儿子 大贝 我觉得我的狗也找到男朋友了 你老是被那个女朋友劈腿 不关心也劈腿 不关心也劈腿 劈腿乌国界 难道我们今天是劈腿专场吗 你长得有点是老夫子 你没觉得吗 我恨不得现在就拜死你我 江湖吐桃其乐融融也可以了 我去 哇塞 这个配合 所有上来跟你一样的靠花 这是孟非 欢迎收看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大家可能还记得15号 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 叫蔡佳蓉 她跟她牵手的那个男孩 是来自大连的 叫曲雄鹏 哎 两个人牵手之后 现在挺好的啊 特别幸福 天天蔡佳在微博上 晒两个人的照片 我们看一看 哎呀 怎么都认不出来了 哎呀 真认不出来了 哦 这个蔡佳蓉没化妆 有点认不出来了 这个都是在大连拍的 你不就跑到大连那个定居了吗 是这样的 我跟你报告一下 这个蔡佳蓉 她们不是这个异地吗 然后俩人感情非常好 现在蔡佳蓉为了两个 更快的发展 已经去大连了 散 而且蔡佳蓉的爸爸 也特别支持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经常在台上 好像两个人啊 有的时候一说到异地啊 就没法克服 你在北京 我在上海 你在上海 我在广州 好像就没办法 你看人家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大连 对吧 有好多异地牵手的 知道要解决这问题说 要想恋爱发展 就得到一个地方去 但是呢 又都想先有一个保证 你能更表达这个 更爱我一点 我就去 结果这么一犹豫 其实那个世界就丧失了 其实说起来 你不能不说异地 它仿佛是一个问题 但是你觉得没有感情 在一个城市又怎么样 有感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爱情 就会产生的力量 就一定能够克服异地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什么时代了 人的流动 工作的流动性那么大 真的不是一个问题 祝福他们 我们也希望这个例子 鼓励更多的人 勇敢地跨出那一步 好 有请今晚24位 美丽的单身女生 欢迎你们 请亮灯 我们的奖励规定是男嘉宾 第一轮亮相获得不少余 对于22人 两能牵手女嘉宾离开之后 都将获得娃哈哈音量快线 幸福牵线提供的爱情海之旅 没有和场上24位女生 牵手成功的男嘉宾 和场下24位 飘如爱砖角的女生 还有机会 所有的女生做好准备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大家好 我是王雪盈 大学博士来自上海 王雪盈 欢迎你 看一看对面24个女生 24位女生对王雪盈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主邦好 谢谢男嘉宾 你好 你刚刚出来 我觉得你特像那种漫画里的小玩偶 我都不敢跟你大声说话 我都好像 我一说话就要欺负你 或者干嘛 你好无辜 你现在站在那里 特别无辜的感觉 在想她是不是过于紧张 还是她那个本来就这样 对 可以放松一点 这个舞台 大了他们不会欺负你的 都没有什么舞台经验 这样 我们先看第一条片子再问 前调 搏手干 中调 睡莲 尾调 弹香 没来得及细细品味 就已经收敛了 这是我的快乐的味道 香水可以表达一个人的情绪 个性 气质 我叫王曲莹 化学专业博士 中科院博士后 我喜欢香水 也在从事香水的研发 从科学角度来说 香水 就是香精 溶解在溶剂中的化学产品 香精 就是从大自然中 提取出来的各种不同的香味 根据不同的香精 在溶剂中 溶解程度的不同 和规发速度的快慢 每一款香水 都有它独特的前调 中调和尾调 所以我们也在研制一种机器 可以让每个普通人 都有机会用自己的手 去调制自己 心仪的独特的味道 如果要我调制一款香水 送给厂商女嘉宾 那我想要送给 维州公主得不加达 你想知道 那是什么样的味道吗 当然 现在我的本职工作 是做政府战略学者 从事科技 文化等方面的战略研究 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 我喜欢绘画 画一些带有抽象色彩的话 现在夜一时间 我喜欢写些推理小说 也带有悬疑的剧情 及复杂的谜题 比如《觅食杀人》 对于我这样一个理科生来说 其实写推理小说 一点都不会脑筋 人家不仅是博士 还厚呢 要不然我们就把小子写出来 你是专门为他调制的是吧 来 小灯 你好 我能不能 你送给他的事 我也能有幸闻一下 不 他 哎 我让他给他 哇 好性感 我是说香水 我们也闻一下吧 你来 好 来 小灯 我觉得这个味道 你评价一下 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适合我 你归于终于画面的 你是挺厉害的 但是说话能不能学 那种比较大声那种 像我这样的 你试试大声一点的 这可能跟人的天赋有关系 因为大家可以看出 我嘴大比较小 这个跟嘴大嘴小没关系 对啊 因为我觉得我嘴大 所以我说话就大声的 是不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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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了一下 那香水确实还可以 财神你评价一下吧 小德是财神的心动女生 你觉得 我觉得很就是很神秘 也很性感 哎 这个词用得特别准确 我闻完了之后 也会想到神秘这个词 因为这款香水 也是我来之前亲手调制的 既跟个人气质有关系 也跟他来自的 就是古老神秘的 非洲大陆有关 这个不 我我我随便瞎说 说得不对 我觉得这可能和他的这个作者 创作者内心的气质 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啊 这个 刚才看还写那个本格推理 他写密室杀人 很容易 因为基本上写推理小说 首先要自己是一个完美犯罪者 不不 她是一样 推理小说作家 她都是一个梦想的创作者 但她真的不会 在实际生活中去犯罪 这个我知道 对对对 就是你写推理小说的前提是 你先能想出 特别完美的犯罪计划 然后用这个计划 就是等于先想到 整个过程和结果 然后倒着推回来了 就说明你还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每个谜题都是有解的 就是推理小说中犯罪分子 最后也是法网恢恢 末路难逃的 14号 我问你一下啊 你的名字是叫那个王雪莹 对 王雪莹 我觉得很像女生的名字 比我的名字还女人 真的 你这名字可男可女 对啊 我觉得那个她的名字 乍一听就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名字是经事实上 有一段比较悲哀的剧情 因为我的名字 事实上之前曾经是被我姐姐使用过 但是在我出生之前 我姐姐就夭折了 于是后来我的父母 我就把她的名字给了我 也就是作为 可能对我没有谋面的解决的 一种纪念和回忆 24号 这个男嘉宾 他用的最多的应该是你的鼻子 因为我看你是调制香水的嘛 我之前看过一个片子 就是也是制香水的 他会静下心来去闻各种各样气味 他会闻他的头发 闻树林的树叶 闻各种各样东西 然后去用他的心灵调制香水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小德 然后来做一个调制香水 而不选其他的女嘉宾呢 首先香水设计师用的不只是鼻子 可能也包括皮肤等身上所有的感官 因为香水的不仅仅是一种 通过嗅觉传达的味道 它是一种氛围 你对我的印象 你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香水中口味还是小清新呢 小清新的前调 加上中口味的中调 而且还加上绵远悠长 令人回味的厚雕 谢谢 谢谢 他说话还有一个 这个特别好听的韦音 男嘉宾 我问一下 念博士 博士论文答辩 或者是念博士的过程当中 也要参加很多的学术活动 包括学术会议 可能也要做发言 在那样子的活动当中 当你这个发言的时候 你觉得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是那时候也这样 今天还是不完全一样吧 因为今天毕竟不同的场合 那时候还是会放松一些 是吗 对 一个放松一些 另外也会开启另外的模式 你现在的模式叫什么模式 我就想知道你另外一个模式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现在整个 那个肢体语言的感觉 让我想起那个剪刀手爱德华 对 就是那个头发歪在旁边的 蛮可怜的样子 9号 男嘉宾 你好 其实刚才从你出场 那个非常拘谨的状态 和你刚才VCR里面 面对自己的专业 这些学术性的时候 那种自信形成鲜明的对比 男嘉宾 我想问的是 你在这个制造香水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你特别收集的这种方法 就像我看那个恐怖片就是 他把这个人的皮肤扒下来之后 来酿造香水 我就觉得就是挺恐怖的 不开提奶糊的 我有点冷 事实上我们是来使用一种 自己发明的机器 我们可以让每一个爱美的女孩子 可能包括男孩子 都可以变成自己的相聚魔术师 都通过自己的创意 来设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好 我们了解一下她的情感经历 谢谢 我跟一个素费谋面的女孩 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 长达两年时间 我们是在网上聊天事认识的 每天每天都有联系 短信 电话 甚至站在下雪的广场上 抱着IC卡电话 和她聊上整整一宿 听着她的声音 我可以想象她的样子 我有机会要看她的照片 但当时扫描数码照片又不太方便 后来 我们就很默契地再也不提起这件事情 毕业以后 也就慢慢地没有联系 读研的时候其实挺孤单的 因为刚刚脱离了学生的身份 又还没有成为社会人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会跟不同的女生约会 寻找安慰 排遣寂寞 但大都是逢场作戏 我的理想女生 我希望她不安分 每天醒来 永远像孩子一样 期待着更多彩的生活 不依赖有自由宽广的内心 和独立可以从远处欣赏的灵魂 不畏惧 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欲望 有勇气去冒险追求 即使对方是非常强势的女生 我也有信心做到太山崩于前 而色无边 17号 你好 男嘉宾 这里 那个片子呢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叫逢场作戏 其实我要问这个 所以当初的逢场作戏 因为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中 他总是有这一些坎坷波折 也经历过一些痛苦 可能会有一些迷失的时候 不过很幸运的是 我已经顺利从那个阶段走了出来 谢谢 那你那个逢场作戏的点 是只是在暧昧 还是已经有实质性的 只停留在暧昧了 只是到暧昧 你对逢场作戏这个词怎么 好像特别敏感啊 是比较敏感 因为可能工作的原因 经常有时候会在一些场合 看到一些所谓的逢场作戏 对 你跟老板出去的时候 应酬的时候 会有这种需要吗 我没有需要 但是关键是 我有时候跟朋友啊 不是说老板 谁没几个 就是有点身份地位的朋友 然后总是在一些场合 看到一些让我觉得 就今天跟这个女孩子搂在一起 明天怎么又抱着另外一个女孩子 我就刚才看那段 所以有点敏感觉得 对 14号 男嘉宾您好 我是做那个游艇销售的 然后经常就是会遇到这个逢场作戏 我也经常拍马屁 我曾经接待过一个 她的职位非常高 其实我就已经知道 但是我那天见到她的时候 说啊 您好 那个我叫什么什么什么 很高兴 我们其实更想听到她叫什么什么 对 然后呢 我就跟她闲聊 我就说啊 您做什么的呀 其实她挺不好意思的 她也不敢说 啊 我那个 然后旁边的人就说 啊 她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说 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说 啊 真的我太荣幸 太荣幸了 然后又跟她又握手又干嘛的 然后一会儿就说 能跟你拍个照吗 然后她也挺 我说我保证不发微博 跟你拍个照行吗 就是其实我 她同意了吗 她同意了 但是这照片 我真没发微博 好 所以这就是逢场作戏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因为我这个职业 游艇销售 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 可能她是什么什么公司的董事长 或者说什么 因为经常会接待嘛 所以说逢场作戏 对我来说小case 对您说的逢场作戏 是指的是生活和工作中 这种逢场作戏 对 可能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但是呢 如果说情感这方面的逢场作戏 我只能说那是不好的 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行为 因为我之前曾经犯过 这方面的错误 你自己评价一下 你刚才说的那段 特别柏拉图式的爱情 我没搞明白 最后你们见面了没有 最后也没有 而且一直都不知道彼此的长相 没有交换过照片 没有过视频 我也是对这一段感情 特别有兴趣 一段持续了两年 天天要联系的这样的感情 最后就不见面就结束了 我觉得 你们会通电话吗 会的 因为刚才V3里面说到 经常在冬天的雪夜 整个一晚上 站在广场上打IP卡电话 对啊 在冬天的雪地里打电话 你能动一晚上 对啊 就是这么深入的一种交流 最后不见面 就无疾而终 这个让人就不好理解 一定是一方 至少有一方 这个是特别坚持 有种特别的原因 然后特别地坚持不见面 在网恋的过程中 如果一开始 第一时间没有交换照片的话 后面可能会 把对方过度美化 对方是 然后他们等于互相地 不断地把对方美化到 已经没办法再打 这是个屏障 对 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见光死 对 也可能在心里 所以有这样一种畏惧感 对 但是为什么能持续那么长时间 闲的呗 就是你和他当中 谁更坚持愿意不见面 或者说你们当中 有没有人提出想见面的 应该到后来 已经是一种默契了 就两人一样 就完全没有勇气了 好 看下一条 热爱自由 甚至有些任性 这就是我 我喜欢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不要害怕 想象着 自己就像是一只海葵 想象着 想象着 感觉从背后真的伸出一根根细细的 透明的触丝来 去触摸 去感受 这个陌生的世界 喵 我喜欢学猫叫 有的时候 在全是陌生人的地方 会突然的恶多去叫一声 喵 我家里有很多喵型的人 有时候会跟他们讲话 讲讲自己的心事 至于他们听不听得懂 到就不知道了 3号 各位嘉宾 你好 我跟你们下 是不是学那个猫叫的声音 要不然你听我这样的行不行 喵 你念什么 你念什么动画 对 因为小德这些猫叫 稍微委婉了一点点 这样吧 你跟人比一下 你现场来一个 喵 你看到没有 有比较才知道差距 对对对对 我服了 人家那边是非洲草原猫 这是家猫这是 50号 喂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属于就是那种 特别听妈妈话 特别乖的孩子呀 在家的时候 你打哪看出来的呀 他一出场 我感觉他说话 闻着就冰冰的 我就看出来了 就比如说母系的光光那种 就感觉你适合做儿子挺好的 就是那种比较乖比较听话的 这种学生我非常喜欢 我妈妈如果听到您刚才说的话 她一定会想 如果我的儿子 真的像您说的这样 那多好啊 我觉得你很柔的那种 因为你看你说话嗓门小 我说话嗓门大 然后你说话的柔 我说话比较粗 我感觉还蛮互补的 我是比较以柔克刚的类型 你觉得我这么大块刚 你能克了吗 试试试 很遗憾 下面还有飘柔爱转角的特色 平常生活中也有朋友会说 我有一点点女孩子的气质 当然可能每个人的气质 都各有不同吧 也没有办法勉强改变什么 虽然今天没有成功 但是我不后悔今天 以这种方式展示真实的自我 因为我很喜欢马来袁梦露 说过的一句话 如果你不能接受我最差的一面 那你也就不配拥有 我最好的一面 好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